不在的不要幫他留 因為幫他留還是不見 來 班傑說先寫好 開始寫 上次不會的 你說什麼 我哪一張還沒講完 很多點的 沒關係啦 就這樣 好吧 來 趕快寫 那個窗簾拉開 一般的有得名嗎 不知道 一般的有沒有 有 兩個而已 哇 兩個就很強了 得到什麼獎 諾貝爾獎 他得海報哥數個漫畫 哇 怎麼那麼厲害 不就都被你得了嗎 是你討厭 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 我是諾貝爾花名獎 謝謝 因為他畫諾貝爾 所以他就得獎 所以下次我們要畫諾貝爾 我們就會得獎 然後你要送去 我會去個蘋果送你 哦 這樣齁 好 策略成功 沒有啦 人家是畫得好 跟諾貝爾沒有什麼關係 你什麼班沒得名 你什麼班沒得名 有得名 我不知道 老師 海軍空 第一名 我有問題 妳有問題 對 這個 現在是什麼東西 妳就先填碗再想 好 來 先試著寫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先寫 先寫 先努力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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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畫一下圖 怎麼可以那麼快就放棄了 好 好 誰只有拿到一面了 我把他扶掉 我把他扶掉 名字 我把他扶掉 名字 扶掉 我把他扶掉 我把他扶掉 名字 我沒有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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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當然是謝謝老爺 沒有謝謝我幫你 這不幫我 用真總之 來,報告完整個 這樣 好的,謝謝 謝謝 這個圖形畫的很糟糕 還好 這個圖形畫的很糟糕 好 這 沒關係 這一個圖形我把它叫一個名字 這個圖形我把它叫做甲 這條直線叫做甲 這樣懂意思嗎 這條直線就叫做甲 好 然後 這裡是0 這裡是1 這裡是1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甲這個圖形 甲這個圖形 所以x甲就是 甲的圖形x座標 懂嗎 甲這個圖形的x座標 是0的時候 那甲這個圖形的y座標 會是多少這樣 所以你要去對到那個圖形 對不對 你要對到那個圖形 可以 就是繼續往下寫 要確定完成才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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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厲害喔 高手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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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看黑板 来 全部人看好这里 来 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 这什么意思呢 我的图形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说我们用刻度来取代 X的数字 对不对 用刻度来取代X的数字 对不对 所以当X的数字是0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它的刻度上面 找到0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X是0的时候的刻度在这里 然后因为我的图形在这里 所以我的Y 我的图形的Y在哪里 当然我X是0的时候 我图形的Y是不是在2 看好这里哦 X是0的时候 Y的刻度在2的地方 对不对 那个均点看好这里哦 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很重要 一定要看我这里 X是0的时候 Y的刻度是不是在2 你要看那条蓝色的图形嘛 你们上面是黑色的出现嘛 所以X是0的时候 我这个点是在2的高度 我们用长度2 我们用长度2来代表它的高度 对不对 Y 我们用长度来取代 这样了解吗 那刻度是1的时候呢 假这个图形 当它的刻度是1的时候呢 你就对上去看看我的图形有多高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多少 5 刻度是2的时候 刻度是2的时候 刻度是2 8 刻度是1的时候是5 对不对 那刻度是2的时候呢 8 那刻度是3的时候呢 11 刻度是4的时候呢 14 14 蛤 14 4的时候 4的时候 它是不是你看 从刻度4拉了这么长 是不是总共有14格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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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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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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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爬三格就好 对不对 有看到吗 看我这边 你一定要看我这里 你一定要看我这里 我从本来在这里 对不对 我一开始X0的时候 一开始我在2的高度 对不对 一开始我在2的高度 当我往右一格的时候 我要上爬三格三格 到这里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同时前进 同时往上才有机会到这里 对不对 你在走这条斜坡的时候 你在走这条斜坡的时候 你是往右一格 你要往上三格 你要从这个点到这一点 又再度的往右一格 再往上三格 对不对 要往这个点 又再度的往右也往上 对不对 所以一直在爬楼梯爬上去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有 所以 这个再往下 又再度的加一个3 所以它总共加3 加了几次 这个加2次 请问这个加几次 加3次 请问这个加几次 所以 点点点点 如果 如果 这里我写23 那么你能够填出 这一个空格吗 47 因为 41 41才是对的 57是错的 41怎么算的 你告诉大家 对 41是对的吗 对不起 对了 71 71 对 71才是对的 71 应该 应该 来 你问你 你那71怎么算的 我这边点点点 你那边点点点 怎么算 2加上3 乘以几次 23次 你一开始是0 对不对 往右一次 我就加一个3 往右两次 往右两次 你就是爬两次 看我这里 你一定要看我这里 很重要 你现在把它听懂 不要急 看我这里就好 往右一次 往右一次 从0变1 我是爬一个3 从0变2呢 我要爬几次的3 蛤 18是太错了 重来 重来 没关系 讲错没关系 重来 我从2开始 我是从2开始 我往右 x变1的时候 x才会变1 不是吗 这想要看我这里 我从 我x是0的时候 我是不是已经在这里 我已经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往右一格的时候 是不是往上爬了 一次的3 对不对 再往右一格 我又爬了一次的3 所以我往右 当我的x是2的时候 代表你要往上爬几次的3 两次 证明 要加油 我知道他生病 认真听 那如果你x是3的时候 x3代表你这边是往右三格 对不对 往右三格 所以从这里开始 先往右一格 爬一次3 再往右一格 爬一次3 再往右一格 再爬一次3 所以当你是3的时候 我会爬3次的3 当你x是4的时候 我会爬4次的3 对 你从这里开始算的 了解意思吗 因为0的时候在这里嘛 所以往右一格爬一次的3 再往右一格爬一次的3 我往右4格 对不对 所以你要爬几次的3 4次 4次 所以当你是23的时候 4次的3啊 你要爬几次呢 你要爬23次的3 所以你要加3加了23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怎么算 3乘以23 3乘以23 哪有多少 69 再加前面的2 所以加起来多少 71 接下来 注意听哦 再来 接下来它不是这样子写吗 如果我的x假是 不知道 x代表不知道 对不对 10块 那么你的y夹会等于多少呢 爬x格 对 爬x 那个x格 换一下 那个格换一下 会更有意思 x x分之y 来 当你这边4的时候 你就会加3加4次 对不对 对 还是x4 对 x4 厉害 注意听哦 注意听哦 看好这里哦 所有人麻烦你 拜托你 因为你现在不听 我等一下为了你 又要再重讲一次 好不好 所以你 好 节省大家的时间 开始4的时候 开始4的时候代表我会往从2开始 从你看嘛 我是从0出发的嘛 对不对 从0出发你是2 对不对 所以我加1你就加3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那个 他是高手呢 这边加1的时候这边加 再加1 再加3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会加4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这里往右4格 他就会加3加4次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因为你连续加了4个1 对不对 所以往右4 你这边就会往上爬3 这个3爬了4次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你是4 你就会用3往上爬4次 如果你是23 我就会往上爬23次 如果你不知道你爬几次 没关系 对 你不知道你爬几次 没关系 你就填 其实这个就是 这是公式的 这就是公式的 不管你爬几次我都能够算 这个就叫公式 这条直线的公式 对不对 你爬4次 我就这样告诉你 你会跑到这里 你爬23次 我告诉你的答案在这里 对不对 X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告诉我你爬几次 我都可以知道你在哪里 这个就叫做公式 也就是方乘式 所以请问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你爬几次 所以乘以3 我知道多少吗 就3X 就3X 对 然后既然3X 不知道你再加上2 能够知道多少吗 3X加2 对 所以我们就会回答 它是2加3X 跟上面的差别在哪里 注意听哦 跟上面的差别在哪里 如果我知道你爬了23次 那么我就会拿23乘以3 算数答案69 对不对 然后69再加2 我也可以算 所以我可以算出71 这里不一样在哪里 这里不一样在哪里 我根本不知道你爬几次 对不对 所以你乘以3 我就没有办法跟刚刚一样 23乘以3 我可以算出69 这个我就算不出来 算不出来 我就只好就写3X就好 然后呢 刚刚这个算得出来啊 算得出来就69 既然算得出来 我就可以跟2加起来 变71 可是呢 你这个算不出来啊 算不出来就没答案 那没答案加2 我还是没办法算 所以我只好用2加3X 把公式写出来就好 接下来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假这个图形 假这个图形的Y的坐标 跟假这个图形的X 不就是这样的关系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假这个图形 注意听呢 假这个图形的Y 假这个图形的Y 就会等于什么呢 假这个图形 假这个图形的Y 就会从2开始一直往上 对不对 假这个图形的Y的高度 会从2开始 对不对 注意听哦 从2开始一路的往上加3 对不对 然后去看看你加几次的3 对不对 如果你一开始 所以什么叫做2呢 2是什么意思 2是什么意思 2在这里对不对 对2是在开始的时候 你一开始的位置 对不对 那一开始就是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0的时候 对 X是0的时候 你能在这里 了解我在讲什么 接下来呢 后面后面的加3是什么意思呢 加3就要往上爬对不对 如果减3 刚好相反 了解意思吗 如果是减3 它就会刚好相反 所以它图形的长相会怎样 我出发点在这里对不对 本来你是加3 那我就会每往右一格加3 对不对 每往右一格再加3 对不对 如果你是减3呢 往往下往下 谢谢你 如果它不是加3 它变减3 它就会从这里开始怎样 往右一格 哇 掉几格 掉三格 所以往右一格掉三格 往右一格掉三格 X1的时候跑到这里了 对不对 看我这里 看我这里 你们只要没有看我这里 我等一下就必须要再重讲 因为你会没有听到 你就没有学会 我等一下就去看 我就看到你没有会 你没有会 我就要再重讲一次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麻烦你节省大家的时间 时间真的很宝贵 往右一格的时候 它就会下降 如果你是减3 再往右一格 继续下降 所以它的图就会变这样 同样是从这里开始 加3是往上 减3往下 了解到讲什么 所以这一条直线 我们会叫做 Y等于2 2加3X 2什么 2什么 减2加3还是减3 2减3X 2减3X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看我这里哦 如果我是加2呢 图形在哪里你知道吗 开始的地方有没有改变 开始的地方还是在这里对不对 对 可是这时候它只有加多少 加2格而已 它只有加2格而已 所以它会跑到这一格吗 不会 它会往下吗 不会 因为你是加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变成是跑到这一格 有看到吗 有 每往右一格就上升2格 每往右一格就上升2格 所以它图形就会变这样 懂我在讲什么 好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请问一下我问你哦 我一样从这里出发 可是我下一步跑到这里来 我的下一步跑到这里来 请问这一条直线怎么写 不要讲 我再讲一次哦 所有人不要讲 我一样从这里出发哦 可是呢 我 X等于1的时候 它往下一格 再往右一格 再下一个 再往右一个 又再下一个 请问一下 这一条直线会怎么写 来写出来 就写在 没有 写在这一张上面找个空位写就好 这个是错的 不用改 看看你错在哪里 看清楚 看清楚 几乎都对了 几乎都对了 非常好 写下来 来你们把答案写出来 让我马上看就可以了 非常好 答案写出来 笔给我看 答案写出来 笔给我看 很好 请把答案写出来 请把答案写出来 笔给我看 大胆一点 你有听懂我刚刚讲的东西吗 有大胆一点写 你还没写 你也还没写 你也还没写 我再问蓝色那一条 要写出X跟Y的关系 写出方程式 要写出方程式 很好 你的呢 好 对 你的呢 你还没写 赶快 对 你想好复杂 错 没有写完整 你也没有完整 很可惜 你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少了一个东西 写完整 不是不是不是 你没有写完 你们少了一个东西 不是写那些 那是Y的 好 不知道啊 谁做到 是不是随便找到Y的 对 我们要表现 我们要表现这条直线 我要透过X坐标跟Y坐标 才能够表现这条直线 所以你写给我的答案 不能缺X也不能缺Y 了解吗 了解 所以呢 这一条直线 这一条直线 我再重新再看一次这里 注意看 注意看 本来的这一条直线 本来的这一条直线 其实我没 我的Y坐标 我的Y坐标一开始是不是2 一开始是2嘛 可以吗 一开始 X0的时候 它就在2嘛 对不对 X0的时候 完全没有对它认得作用 因为它是0嘛 X的三倍 当然还是没有 因为它连爬都没爬嘛 要告诉我什么 X0的时候 它根本还没爬嘛 它就在2那个位置嘛 所以X影响不了它的高度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2代表开始 从2开始 开始爬 开始爬 如果1的话 就会爬到5那边去了 对不对 如果1就爬到5那边去了 所以它会上去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图在告诉我们 图路这样的话就是 你往右一个的话 就会上升三个 对不对 往右一个就会上升三个 你看光看这边也看得出来 1的时候它是不是加3 2的时候呢 就加了3两次 对不对 你看嘛 2的时候 2的时候是不是在这里 你是先加3爬到这里 再加3爬到这里 所以加了3两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图形 我们把它写成 关系就会变成这样 你的坐标 你的图形 这个图形上面的点的坐标 会从2开始 然后每次都往右加3 对不对 往上 往右的时候它就会往上加3 所以就会得到 Y等于2加3来开始 所以这条蓝色的 我们会怎么写它呢 Y等于2 这条蓝色的 我就会说 你这一个Y 会从哪里开始呢 一样是从2开始 对不对 可是呢 出发之后 它往上还是往下 往下 对不对 那它怎么往下的呢 每往右一格 它下降几格 一格 每往右一格 就下降一格 所以它的变化 它的变化 只有一个而已 对不对 所以 看你几次 你每一次的变化 每一次的变化都是这样 开始代表几次 对不对 然后这代表你每一次的变化 注意看我怎么画图 等一下你要自己画 这一个 这一个 前面的这个2代表开始 对不对 注意听我讲 等一下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写好 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再来 加3是代表变化 代表你的图形长相怎么变 对 代表你是怎么变的这样 那它是怎么变的呢 我们简单的画一下 当你往右 当你往右一格的时候 你会怎样 往上 你的变化怎么变的呢 你往右 往右一格的时候 你会往上产生 三格的变化 你的加3加在这里 所以你的图形的长相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加3是加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你每一次都加3 那你加几次 这个是在讲次数嘛 对不对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这整个画在哪里呢 不是 画在这个图形 下面这边 我不是有留空白吗 这个就是要让你写笔记的地方 好好的话 如果你那边没有位置了 你就写在笔记本上 都可以 你要写在笔记本上 写在我刚刚教你的 最整个都要写 这个不用画 这个你上面就有了 这个不用 就是 这整个图形的左边 这一整个 这个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慢慢写 看清楚 你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画什么 不太懂一定要问 因为懂 所有楼图形就都懂了 要去拿ف脚 它就能平成 要有一 воз 做入碟 使它 跟当柠久 表揍 我们要不然 很多 非常的重要 就是搭配图形 搭配图形 图形的方程式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写 是很有道理的 它们之间是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方程式 这个是它的图 看到图 知道方程式要怎么写 看到方程式 知道图要怎么画 你在写笔记的时候 你要去抓 它们之间的关系 慢慢来喔 想清楚 想清楚 你要完全清楚 你只要稍微不太懂 一定要跟我讲一下 东文有跟上吗 好 多看几遍 想一下 不急 把我刚刚讲的 这整个 好好的想一下 再给你一两分钟 好好想一下 不急 这个越慢越好 一急之后 没有学好 后面就整个乱 把图形画好 把图形画好 你这个画的不好 为什么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知道就好 就是你格子 它的格子要跟它一样大 这样才会容易看变化 那个变化的格子图要画出来喔 你还缺那个图 来 请你务必要完整好不好 这一个橘色线的整个左半部 你全部都要有 这个3是代表变化 那个变化的图 那个字都很重要 这个加3代表它的变化方式 它的变化方式是怎么变的 你图要画出来 然后你在画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 这个刻度要一样大 刻度一样大 你才容易看变化 X是代表次数 你要整个 你既然都写在这里 你就全部都在这里 变化 不是变小 变化 变化 不是变小 你这边 你这边 以你的画法不止三格 总共四格 而且每一个又不一样大 你有看到吗 重画 不用涂 因为你这个画错 你要留着 另外再画一个 你下次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它刻度要一样大格 你没有一样大格 你再画一次好了 反正我也在等同学 再画一次 但是它不用涂掉 另外再画一次 格子要让它一样大 涂型还没画 格子够用就好 等一下 你画的那么迈力 可是却没有画出 我黑板上画的东西 我黑板上是加三 你要呈现减三 你要呈现减三 你要呈现减三也可以 但是你应该是整个减三要框起来 你笔记本重来 笔记本重来 来 你们这个笔记还没有做好 这个 你涂型没有画起来 涂型重画 涂型没有画对位 我会把那个涂画下来 你的涂跟我不一样 你没有感觉吗 而且你画的太小了 来 等一下 我发现你们真的不会做笔记 这怎么办才好 连笔记做的 你们真的要加油 难怪会学不好 你们很多人这个土都画的不好 很多人这个土都画的不好 都画的不好 然后加三 我是连加三都框起来了 加 加要被框起来 不是只有三被框起来 加三整个都被框起来 所以你才会有一个 往右一格 往上三格的加三 然后你应该画的时候 你应该每一格都要一样大才对 然后你这边应该是三格 这边只在一格而已 我没有画很多格 你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格呢 把这个土还好的画好 这个代表变化 你们做笔记还是太小气了 雨昔这个笔记才是一个好笔记 雨昔的笔记是一个一级棒的笔记 清清楚楚 图形笔记文字完整 三圈 谁说的 我有听到你讲 我有听到你讲 对不对 我有听到你讲 我有说不能这样 等一下 那个蒋公同向到行政大楼三圈 好 不错 加一加三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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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在讲什么 再画一次格子一样大 来 借我 你的加三不是加三 你看哦 一 二 三 四 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画三格 你画三颗 你画三颗 它切成四等份了呢 再画一次 你画三颗 你这边让它四等份了呢 一 二 三 四 有看到吗 从这里到这里 你看我黑板的数起来 是三段而已呢 你这个数起来有四段呢 然后你应该让它这一段 跟这一段都要一样长 这个画的不错 这个画的不错 你的刻度清楚一点 首先我这里不会画 了解意思吗 时间很宝贵 对了我的意思是说 对 好 请你马上直接看下面那个图 把它的方程式直接写下来 好 直接写 空格 不需要填 来下面不是有个图形吗 对 来所有人看我这里 下面这里不是有个图吗 对 请你直接把它的方程式写出来 直接写出它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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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马上写哦 不准看别人哦 先自己写 这一个 就叫做这一条蓝色的方程式 对 对 对 可以吗 可以 那请你写出这一个图形的方程式 那请你写出这一个图形的方程式 不是 不是 这一个 这一个 把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写出来 已经写出来的举手 我 放下 好我马上看 其他人不准看了 不准看他们的 站 对 错 哦 检查 你太初心了 你在哪里 这里 可以 谢谢 还在想 不要看别人哦 你自己想哦 初心 完全写对 但是初心 看一下初在哪里 非常好 生病的人都写对了 站 这个都不用填 直接写答案就好 直接告诉我这条方程式怎么写 直接告诉我这条方程式怎么写就好 这些都不用填 错 非常好 你的呢 呃 这一个还是这一个 这一个 对 好 正确 你的呢 正确 你的呢 正确 好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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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没有被我看过 然后你已经写好了 好 你一定要自己写哦 正确 你写好的 你把那些控格填一填啊 对 对 刚刚太初心对不对 ok 我还在等你哦 在哪里 对 但是通常我们会把它写在前面 但是这样也没有什么错 正确 你不太有信心 所以你要再想一下 对 我看你的笔 看你的笔触 我就可以感觉出来 不太敢写 就是没关系 就是你稍微去感觉一下 你刚刚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他为什么 就是他这样 好 但是你写对了 你还没看出 你错在哪里哦 哈哈 错在这里 他不是山 你不要告诉他哦 他不是山 但是你整个想法都对了 但是不是山 你看到了吗 有看到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我等你改来 没有 他没关系 让他直接改 啊 更可怕 惨了 更可怕 你看嘛 他从这里开始不是吗 然后你知道他下降 对不对 他下降是降几格 两格 对啊 可是你 对 赞 100分 所以 好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了哦 好棒哦 好棒哦 真的呢 还有谁没有被我看的 都看了嘛 老师偏大的心情很好 对 看到我们已经学会了 太棒了 老师最大的快乐 就在这里而已 好 全部都写对了 他的图形很明显 从哪里开始 比如说我要在黑板上 我现在这个图已经很乱了 没关系 忍耐一下 他那个图从哪里开始的话 所以我去 去 去找到Y的长度到13的地方 对不对 接下来他的画法是往上吗 下 他就往下 所以你一定要减 对不对 一定是减 所以Y Y等于13 所以Y等于从13开始 从这里开始 对不对 往下 减 减 这边开始要写的东西是要写变化 它是怎么变的嘛 它是往下变 对不对 往下 那往下它怎么变呢 一次 对 这句话讲的真好 谁讲的 我讲的 那加分 他说一次降两格 这句话他有用了 一次 一次 一次两格 而且是往下 一次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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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图是这一个 所以 所以 所以它是 减2 所以这个是代表一次嘛 对不对 一次嘛 对不对 一次降两格 就看它几次 对不对 所以 方乘4 就叫做 Y等于13 减2X 所以这个是代表 一次减2 对不对 这就看几次 可以喔 可以 好 接下来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你要想什么 今天要再想 想到想到想到 好 等一下黑板要全部擦掉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上 先下课休息 你三圈 忘记了 不忘记了 加油 我们都一直遵س 给我 解救 axe 全部 按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